官网或粉专IG的经营成为各公部门政令宣导的管道之一 瑞瑞香拜会议定期大会乡镇总质询议程 乡名代表林玉芬质询时关切经营的效益 同时也针对乡公所重大建设工程 部落聚会所增建稳健在环境设施改善 尤其是元宝地增化编辑分配的议题 严格质询也提出了相关建议 一起把乡亲部落的事做好协助解决问题 透过PPT Slides图文并茂 瑞瑞香代表林玉芬从乡公所官网粉专经营成效 农业灾损补助到近期内 备受关注的分化炉具二度采购的推动进度提出质询 让业务相关客制主管一个一个上台备询说明 那所以如果顺利拍到公期是多久 那我是希望他们可以在年底可以完成 明年的年底 为原名籍代表的林玉芬 二届代表任内对原住民产业经济发展 部落聚会所兴建 以及各部落文件站的设置推动高度关注 尤其原住民保留地增化编作业 以及分配进度质询的同时更是提出建言 有开始公告的登录吗 有 所以已经三十天过了吗 基底 这一地是在国内的时候刚好三十分 无老不过的国地吗 对对 OK好 申请了不能有原保地申请过原保地对不对 分配的方法也有 所以请提醒校民的熟人 如果他是已经申请过警方的家人 半家人的名字 不要又来来回回又甜的又退 这个部分就请各长麻烦你享好 即便是这一届任内最后一次的总质询 向代表林玉芬仍不马虎 严格监督乡镇建设 为部落争权发生的同时 更适时提供相关建言 问证品质深受长官同仁的肯定 即将在年底转换跑道 参选第七选区县议员的林玉芬表示 奉献几例提供专业服务与关怀 共同把详情部落的事务做好 记者是玉兰瑞瑟香采访报道